刚刚我出去吃了一个饭 吃了一个晚饭 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 刚才那个女的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过来 就是今天白天我出去玩认识的一个女的 她问我明天要不要做那个主播 要不要和我拍视频 因为今天白天她问我和我拍视频 直播的话一个月多少工资 我说一个月你想要多少 她说一个月最少要三四千 我说可以 然后她现在目前在上班 然后我就说你星期六不上班的话 可以和我拍视频 一天一百块 然后她答应了 答应了 然后后来我和她在一起直播 和她在一起直播 然后她一直说的就是那些 她要找什么样的老公 然后要找哪里的老公 然后一直说她的婚姻上的事情 然后又问我的婚姻上面的事情 直播又不能说这些相亲 这些话题 说了我都分好了两次 然后她今天晚上给我发信息 要明天和我一起拍视频直播 然后我就 我都没有回复她 我感觉她不适合做女主角 因为她说话声音太小了 一直说的都是这些相亲方面的话题 我感觉她不适合 我感觉她不适合 我要早拍视频的话 首先要说话声音要大一点 因为你声音太小了的话 你视频发出去 人家都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因为我觉得拍她的话 也播放量应该不会这么高吧 因为她也感觉没有 我感觉她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地方 我也不敢再和她一起直播了 她说来说去都是说要找什么样的老公 找那些相亲那些话题 我也不敢和她再一起直播 和她再一起直播老师封号 不说这些她又没有别的话题说 她要一百块千天 一百块千天的话 我直播一天五十块钱都挣不到 她也不能给我带来流量 也不能给我涨粉的话 我感觉花不来 因为我现在也没什么钱 我也在省吃兼用 如果是一个 能给我带来很大的流量 然后拍视频播放量很高的话 那个不要说一百两百都没问题 这个女的今天发信息过来 我也没回复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复她 因为今天刚开始 我给她说的是一百块钱一天 就是她星期六星期天来 来和我直播拍视频 然后 后来搞得我分好了两次 然后我就不敢和她再一起直播了 后来我都走了 后来我走了 她说要 她说要请我吃饭 我想她可能是想我请她吃饭吧 然后我就走了 因为 因为 我感觉她不合适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我感觉她不合适